在这边我们要学的是sum of n term for gp的 这个是我们的kssm它只给你一个formular 然后在kbsm旧的syllabus里面呢它给你两个formular 第一个呢它是sn等于a挂乎rn-1和r-1 如果我的r是大过1的情况 然后呢我的sn等于a挂乎rn-1-r 如果我的r小过1 可是事实上呢你从头到尾不管大过小过的情况之下 你都是用这个formular都可以的 所以kbsm的时候呢它好像给了你两个formular会比较麻烦 可是事实上呢因为我的小过1的时候 我就有那个sinfinity等于a1-r ok就是我的s当我n去infinity的时候 我的那个0.9图的powern infinity啊 小数点的图的infinity它会变成0 ok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呃我我用这个formulara乘1 就a1-r for这个r是在-e跟e之间的 这个这样这个就会很清楚 如果你单单用这个formular的话 你其实没有看到这样清楚 ok所以呃我还是让你们知道 在旧的silibus是有两个formular 在新的silibus你用这个formular就可以了 ok好来在这一边呢它是一个gp 不是gp geometry series series就是加起来的 sequence就是一个一个这样没有加起来 ok series就是加起来加起来的 ok然后在这一边呢我的 它其实是第一个term是1 第二个term是5 第三个term是25 第四个是125 第五个是625 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我的a是等于1 我的r等于5 因为它是5除1等于5嘛 这样secondterm除以firstterm 然后它现在要你找sum of 10 term 所以我现在要找s10 s10的情况之下呢我就有a r power n减1 r减1 ok a r power n减1和r减1 所以我的a是1 然后我的r是5 power 10减1和5减1 然后那边拿到4哦 所以在这边我计算机按的情况之下 我会拿到2441406很大的一个号码 然后现在呢它说sn等于3906 ok 然后你要找它的n是多少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r sn等于3906 我用formulae 5 power n减1和5减1等于3906 5减1这个我拿到的是4 4我跟它乘上去的时候 它会变成15624 我把减1帮过来变成15625 然后接着我就lock both sides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n除下去 我拿到n等于6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答案 ok好 来在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操作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部分 ok 5 power n等于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写成n等于lock 15625 这样的一种东西 ok 等下我用计算机按这个东西出来给你们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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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